各位今天下午好 我们来开始看下午的 那么上午的话呢 我们第一节课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们的那个 整个台湾报表的一些原理 一些的一些东西 第二节课的话呢 提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概念 像什么是历史承转法 什么是我们的公寓价值法 后面的话呢 最后跟大家讲了一个知识点 就是除了我们要看三大主体报表以外 我们是不是还要看一些其他的 额外的附加信息啊 对吧 那么有我们的Footenotes 有我们的MDNA 还有我们的Proxy Stamon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知识点啊 这个知识点我们跟大家讲的是audit的审计 好 那么对我们来说的话呢 审计啊 其实它的那个概念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呃 台湾是公司台湾自己编的 那我怎么知道你编的对 还是不对公寓还是不公寓呢 所以我要请外部的独立的第三方 比如说我们会计事务所 来帮我们看一下你的那个审计料理 做的对不对 对吧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审计师 会来进到你的这个 公司来是做这样一个审计动作 这么一题吧 哎好 那么审计的话呢 呃 这也简单了解一下 就是呃 为什么要有审计 为什么要有audit 那么为什么会有audit的原因的话呢 其实也很简单 第一个 我要知道一下 你的自己编制的这个财报 到底编的对还是不对 或者说 编的里面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啊 对吧 好 我们要解决的 为什么会有审计的第二个原因的话呢 其实咱们读学过啊 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叫做principal agent relationship 这也叫做什么问题啊 我们把它做什么 带是吧 哎 我们把这个代理员问题 对不对 那么呃 一般我们认为公司的本质 或者说公司的所有就是写的股东啊 对吧 但是股东管不管公司的 股东是不管公司的 股东委托给谁管的 哎 董事会 股东其实是委托给bought的管 对不对 但是bought的话呢 董事会呢 也就日常经营呢 他也不管 他就是重大的事项是要决议啊 对吧 所以日常的经营其实是委托给谁管的 还是给委托给文财就能管的 对吧 所以不用买说 其实这个公司的结构当中啊 他就存在了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还很严重 这种呢 买入了双重代理的一个问题 因为本质公司是股东的 股东不管委托给我的 呃 董事会管 董事会也不管是在 委托给我的管理层管 所以这两种 这两个人之间啊 就存在了一个叫做双重代理的一个问题 对吧 那么双重代理就会有一个问题 成功解 就是我的管理层 可能不以股东的利益 为重 或者说我的管理层 可能会以牺牲股东的利益 来去满足 提升他自己的那些利益吧 听明白 所以对外我们为什么要审计 要看一下你的财报 批的是否准确 对内容我们为什么要审计 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我的管理层 到底有没有以我的股东利益为重吧 对吧 看看我这个里面的代理人 的那个问题到底怎么样 能听明白 所以这里也不作为好点啊 我们简单理解一下就好了 那么关键来看这里 这里的话呢 我们是 有一个审计的一个定义 好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点啊 这个点它其实可以打一个三角号 就是我们审计的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其实是一个考点 后面会跟大家来讲到啊 但是审计里面最喜欢考你的什么呢 最喜欢考你的是这一页 或者说28和29页 这两个其实是一回事啊 也就是说 我们会考你的一个东西 叫做审计的audits opinion 审计师的审计 审计师的审计意见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一共有哪几种审计意见 首先第一个叫做 unpolitical opinion 所以unpolitical opinion的话呢 有些时候我们有把它叫做clean opening 最干净的最没问题的 所以呢 这种审计意见 其实它的桌面叫做标准 是吧 它也叫做标准无保留意见 标准无保留意见 所以这种意见 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还是最不希望看到的 最希望看到的 也就是说 我审计师就觉得 你这个公司是不是 没什么大物品啊 对吧 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从快选准的角度上来看 我认为你是OK的 这种我们出去的那个意见 叫做标准无保留意见 注意啊 是qualify还是unqualify unqualify啊 这是很多同学容易记错的 因为很多同学会记得 qualify是有一个合格的意思 qualify有一个合格的意思 他就会记得unqualify 就是不合格 不合格这个意见就不好 就是很多同学会这么直接 你不要这么直接 因为什么呢 qualify除了有合格的意思以外 他还有一个意思叫做限制 听不懂 他还有一个意思是限制的意思 那unqualify指的就是没有限制 那就是标准无保留 听得来是吧 这是标准无保留的unqualify 那其实跟马上说的话呢 它是最好的一个意见 就是clean opinion 对吧 好 接着大家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叫做qualify的opinion 那比多少有点问题 听不懂 比多少有点问题 那这个的话呢 就不是无保留意见了 这种我们把一个包是吧 这个我们本来做保留意见 那题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保留意见 和标准无保留意见 当中的一个区别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unqualify的 或者说我们把一个clean opinion 它叫做free from material errors brought at illegal acts 是不是它没有重大的货物欺加 我们会把这个误会 也就是说就算 这里注意啊 大家记住一个点 就算我出具的是unqualify的clean opinion 我能不能打跑票 说你这个公司百分百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不能不行 听不懂 不能这么干 听不懂 所以说我只能提供一个可能 所以就算是clean opinion 大家可以往前翻记一下 它只能提供一个叫做reasonable assurance reasonable assurance 就算我是一个包装 我保留意见 我只能提供的是一个叫做合理的保证 听不懂 或者说我能不能说 它可以提供一个叫做up's root 或者叫做complete 或者叫做100%assure 我能不能说百分百的保证 不行 听不懂 这就太绝对了 我审计又不是审计 审计的话 我只能站在你给我的 那个现有的那些数据的那些情况下 我尽可能的帮你去做到 这个就要帮你去看 听不懂 所以我只能提供的是reasonable assurance 而且而且注意了 除了我们是reasonable assurance以外 还有一个点 我们只是说叫做free from material errors 听不懂 我能不能说我reasonable assurance叫做free from no errors no errors 可以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我只能说你没有重大的错误 听不懂 小房小病的那些东西 我们也没办法 也不用去太多关注 对吧 我只能说是reasonable assurance free from material errors 这个给大家解释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保留意见 接着的话 大家看第二个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的话 基本上就是绝大多数 注意 如果我们是出的是保留意见的话 就是绝大多数 我们认为你还是满足过准则的编织要求的 听不明白 它只是有一些excessions 它只是比如说某一条或者某一个方面 它没有遵循我的准则的规定 所以就算我们是保留意见的话 就是从整体上来看 它说还可以的 从整体上来看 绝大多数都是满足的 除了比如说我存货可能管理的哪里不好 或者哪里存货的企量可能会有些问题 或者说我应收账款 那我哪里可能辨识的哪里 可能只有某一些excessions存在问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不是所有的东西 没问题 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例外 那这种的话呢 就是qualified opinion 没地方 所以如果说出具的是qualified opinion的话 它有没有标准无保留意见来的好 肯定没有 听明白 那注意啊 绝大多数在中国市场啊 这个绝大多数 一般来说都是clear opinion 因为你想看这个审计 审计公司是谁请的 这个上市公司请的 上市公司花了钱请着你 让你来帮助他审计他 审计他自己对吧 如果这个这个 如果要给到qualify 或者给到一个保留意见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公司 其实问题已经非常非常的大 那听明白 对吧 不然的话 呃小猫小兵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unqualified 就是一个click opinion 对吧 所以基本上啊 基本上在中国啊 如果是很qualified opinion 这样这个公司财务已经出现非常大的问题了 对吧 一般性其实都是标准无保留意见 那听明白 如果是保留意见的话呢 就绝对 只是已经很大问题了 我给你点面子而已 哈哈 但是如果说是adverse opinion 那就必须了 adverse opinion 这个叫做什么意见 当然是吧 哎反对意见 反对意见说的是什么呢 他就说的是 你可能在重大错误 基本上你就是乱乱乱来了 就是或者说 你这个财务报表 基本上都是没有按照财务准则的 或者说你稍微有点意外 我才是给你qualify 那如果说我是给你反对意见的话 就说明你的造假意 或者说你的这个乱乱乱来了 对吧 所以你是存在一些这个重大的一些错误 它是不满足的 它就很得到 没提吧 好 也就是说 这三个东西的严重性程度不满足条件的情况是必须一个比一个恶劣 对吧 好 接着大家看第四个 第四个叫做disclaim of opinion disclaim of opinion 它指的就是什么呢 它指的叫做无法发表审计意见 无法发表审计意见 或者简单来说就是我审计公司无语 对吧 我无语 你的这个报表 我没法看着我没法好我无语的 非得的无法发表审计意见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我无语呢 比如说你请了一个会计事务所来让他进行审计 那照道理你是不是要给他看会计评证啊 你要给他看你的过去的那些会计的处理的那些原始评证 你的交易记录 你的各种各样的报表等等等等 是不是他才能看着你的一条一条业务 他才能说看看你这个公司有没有问题啊 对吧 那现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发生 这个无法发表审计意见 第一个你可能恶意阻拦对吧 我说我要去上市公司的这个银行里面去进行一个资金的对账 你不告诉他我开户行是哪一个对吧 或者说我不告诉你这个银行的那些对账单 什么东西我想要什么东西我都不给你 那这样的话对我来说 你不给我底次的那些资料 我上审计我也没法审了 对吧 那这种的话其实就是 我无法发表审计意见的这种可能的一种情况 没听吧 好 那么所以我们来说啊 在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呢 大家首先要知道的就是这几种不同的意见之间的区别 标准无保留意见 我只能是说reasonable or service 而且说的是没有什么错误啊 重大的错误 不能百分百打保票 而且不能百分百打百分百说没有任何的错误 听明白吗 这是一个点 callified opinion的话呢 一般来说就绝大多数 其实我们都是满足我会计选择的 他有一些一个额外的 就是说exception 有一些例外 听明白吗 除了这个例外以外 我们是这个OK的 那这种的话呢就是保留意见 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advert opinion 这个就是错 错的很离谱了啊 反对意见 无法发表审计的例子 我们也跟大家讲 问题吧 考试的时候啊 他会给你一个描述 问你这个描述 完了之后最有可能我的审计公司发表的是什么意见 听明白吗 比如说他说他reasonable or service没有重大错误 这个时候就是clean 如果说绝大多数是OK的 有一个某一个比如说存过的exception 那这个就是callify 听明白吗 那这个时候还有说他没办法去发表 他没有足够的那些原始资料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无法发表的意见 听明白吗 好 这是一个点 他有时候我们把他会问我们 所以我们分析师来说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我所投资这个上市公司的哪一个opinion是最好的 那一行简单 这是unqualified clean opinion 听明白吗 这是最好的 好 那么后面的话呢还有一个叫做internal control system 就是我们的一个内控制度 内控制度的话呢是2004年安然事件以后啊 所额外这个 所额外提供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神迹要求 也就是说 在2004年以前啊 其实上市公司在做审计的时候 我是不需要对那个公司的一个内控制度发表意见的 但是但是 是2004年安然事件啊这个非常严重的啊 直接就把五大变成了四大神迹机构 对啊 哎 原来的话呢就是审计的那个审计机构啊 这个这个审计安然的这家机构原来也是非常大的一家收索啊 外来之后直接就被那个破产了对啊 所以安然事件啊就推出了当时的一个栽培法案就是当时最严格的一个制度 也就是说我的审计机构啊除了要对公司的财务发表审计意见以外 他要对公司的内控制度发表一个意见 看看你这个内控制度能不能合理有效的去控制我的一些风险 听明白啊 那控制公司的一个内控制度 我要去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审计和调查研究啊 所以当时就有人测算过 他说不分析审计和分析审计两者之间的成本是好像说差了400万美金对吧 而且这是当年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分析内控制度的话 审计公司实际要差一个更贵的一个费用 相当于是给上市公司造成了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 但是正是因为当年的那个财务造假啊太严重了 所以出台了当时最严格的那个审计的那个制度 知道一下啊 但是内控制度作为重点 考试的一个重点的话还是这次的opinion 能听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这里还有两个概念 这两个小概念是今年的准则里面新加的啊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自觉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两个小概念 这两个小概念的话呢 international指的是国际准则 永远是指的是美国准则 那么这两个小概念 叫法有点不一样啊 但是原理是一个东西啊 就拿国际准则来举例子 它叫做key audit matters 或者在美国准则下叫做practical audit matters 其实就是一回事啊 只不过用了两个不同的单子嘛 一个叫做key重要 一个叫做practical也是重要 对吧 就是重要的审计事项 听明白吗 那么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重要的审计事 他指的就是audit 是不是就是我的审计事啊 审计事认为哪些事项 可能是对我公司的财务报告 它的编制出来的公寓性和准确性 对于他们来说最最是什么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他认为哪些方面或者哪些点 最有可能影响我一个公司的 这个财务报告的一个准确性 那么他说对于这些地方来说 他对于这些所谓的key audit matters 他指的就是我在审计的时候 这些东西我要重点去关注 或者说这些东西可能会存在一些比较高的一些什么 misstatement 可能会存在一些比较高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误差 对吧 或者说可能会严重的依赖管理层的judgment significant imaginative judgment 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判断 或者说非常强的依赖于人为的判断 那他说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就会列在我这个key audit matters里面 他就会告诉我们读审计报告的那些人 他说这些东西我看了 虽然我可能感觉我没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是最最关键的 你自己看的时候你也要注意一下 听明白吗 他就说这要是哪些东西可能会在这里的key audit 所谓的key audit matters呢 那就呢 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些例子 像中国有些公司扇费是经常好的 比如说有些时候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生物型的生产养殖 那我说我这个食堂里面有这么多的存货 就这么多鱼 有这么多排鲜产品 对我审计师来说 我是不是也只能依靠你的人为判断 我又不能说我跳下去 一条一条鱼数一数 一共有几条鱼了 一共有几条鱼了 一共有多少存货 那像这里的话 我只能依赖于比如说管理层说了 他说我这里中了多少鱼 现在讲了多少多少 我补了多少多少 那我大致特在我的存货还有多少多少 这里面是依赖于大量的management judgment 而且这种东西 是我就算我跳到河里去 我也没办法一个个俘过来的 我只能是说依靠一些人为的判断 听明白吗 所以像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key audit matters 所以可能你自己 他说了这个东西 是我在审计的时候 我可能没办法非常准确地告诉你 到底好还是不好 那我告诉你 那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依赖于一些判断 但是我先把这个东西 我 disclose给你了 听明白吗 你可能也要 你也要自己去关注一下这些点 没问题吧 后面那个结论也是一样的 critical audit matters 也是需要一些战士们的那些东西 比较主观的一些东西 我没法很准确地去测量 听明白吗 这些其实有些商务公司 就特别有些不太好的 人品比较差的一些商务公司 就看到那些审计机构 来议想来调查他的存货 可以啊 我说我的存货在山上 对吧 好远 没有公路 你自己爬吧 你要去审计 你自己去爬 那这些东西的话 是不是就像我前面跟大家讲的 那个 我一样 鼓里的那些 我的存货到底是多少 是不是都没法去 非常准确地去测测 你需要一块我的一些抽样 或者人为的一些判断 知道一下这两个概念就好了 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 审计一件 最重要的就是知道 我这四个审计一件的区别 包括什么是我的 key audit matters 测试今年的考量新增的一个点 好 方便的话呢 就是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分析师 我如何去分析一个财务报表 或者说财务报表的一个 分析的一个步骤 顺序 是有哪些几个 那这个点 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会考到大家了 当然感觉一下 这个指的就是 我是作为一个分析师 我应该如何去看一个公司 那么它的过程和它的步骤 到底有哪些 我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它说你要确定一个 articute的一个purpose 就是你要确定一个 我分析的一个目标 你的目标 分析这个公司的财务目标是干嘛 分析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的 最终的目的是干嘛 你是为了做投资啊 还是为了要不要借钱给你啊 还是为了做经营 听明白 这第一个你要确定一个目标 好 有了这个目标以后的话 我们就要去collect data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也就是我们要去收集什么 我们要去收集这个公司的数据 那么收集公司的数据 可以通过哪些方面呢 第一个financial data 这个公司的财务数据 甚至他年报的就会披露啊 除了收集财务数据以外 我们可能还要收集一些discussion数据 什么要做discussion数据啊 这是我们的一些舆情数据 对吧 这是我们市场上的一些投资者啊 对这个公司比如说古巴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舆情 大家对你的观点是什么 对不对 那么一个是你自己披露的 一个是人家说的 还有一个数据呢 你要自己去实地调研吧 就是你要自己去做一个实地的visit 就比如说你是研究员 或者说你是一个个人投资者 你说我要投资你 我可以去找他们的投资者关系者啊 投资者关系部 找到什么什么统密 你说我来做调研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吧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收集数据的 一些如何去收集数据啊 那么有了这个数据以后 第三步我们就要干嘛 处理这些数据 有问题吧 好 处理这个数据啊 有一个output的这个点 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处理这个数据的话呢 有一个输出的结果 什么数据结果呢 我们把你的财务数据调研数据 巴拉巴拉 所有的东西都有了 然后呢 我经过一个的处理之后 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叫做 Ratial and Focus 也就是我可以形成这个公司的 具体的财务是吗 财务指标 指标是可以快速的 可以去了解一个公司 到底干的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吧 那么后面我们专门会有 下一周啊 专门会有一个章节 来去跟大家讲 各种的财务指标 好 那么有了指标之后的话呢 第四步我们再进行一个 深入的一个分析 分析完了之后的话呢 在第四步这个里面 我们就出来了一个 actical results 或者是要说 第四步和第五步 其实是一回事了 那么我们有了这些指标之后 我们再进行一个 深入的分析以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最终的 我们对这个公司的 一个recommendation是什么 对这个公司的conclusion是什么 到底我是应不应该投资你吧 对没有 到底也就是说最终 在这一步啊 我可能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公司的一个最终评级是什么了 是买路评级啊 还是真实评级啊 还是中性评级啊 还是弱于大致评级啊 还是卖出评级 是不是大家就知道了 没地方 出了这个评级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不管了 不是啊 我们还会有一个动作 叫做follow up 什么意思啊 就是基于比如说2018年 2018年年报 我的那个数据 我可能给你一个评级 但是2018年年报 可能是一个情况 但是的话呢 我2019年现在是有 一级报 二级报和三级报啊 对吧 我大概就可以看一下 呃 我前面比如说18年 给了你一个评级是买入 我再看一下 我支持买入的那些逻辑 在19年的Q1 Q2 Q3里面有没有发生改变吗 如果没有发生改变 可能我给你的评级就是增持吧 当时买入现在增持 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如果说当时支持你买入这个公司 那些核心逻辑 核心假设 或者最关键的一些 发生了改变的话 我可能就要调解 我这里的评级了吧 这个叫做我们的一个follow out 不是我做完 最后我就不管了 我是要持续的工作这个公司 听明白吗 所以这个 这几个步骤啊 就是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分析师 我们去分析一个公司的话 大致的一些步骤 对不对吧 简单了解一下啊 好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种呃 这个这个题怎么出啊 呃 题的话呢 像这种 像这种题的话呢 就是就 我觉得啊 不是啊 跑到你概率就不太大 他就问你上一步骤的结果是什么 上一步骤的输入是什么 他说 Ratious 我的财务指标和财务分析 是哪一步的input 对啊 他没有说是output的吧 output的 他是哪一步的output的 是我这个里面 percent data的一个什么 output 处理数据的一个结果吧 那他是哪一个的那个输入啊 哎 就是addness and inseparate 那个percent data的一个输入结果吧 没地方 哎 这个就是考你这个 我的输入是什么 输出是什么啊 这种很无聊啊 我觉得知道一下 因为原本说我有这样的题啊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再放了 放了一道题在这里 我觉得考到你的 概率也不是特别大 我知道一下 那么这个支持点的话呢 核心关键还是那个 审计的那个支持点 没地方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financial elements financial statement elements 好 对啊 在我们这个里面的话呢 注意在我们 Fs还记得吧 这是什么准则 Fs 国际准则吧 国际准则吧 国际准则 我们把它叫做 会计的要素 一共有五大类啊 注意这个elements 我们把它叫做会计 要素 对 要素是什么东西 要素是一个更广义上的一个概念 那么 所以我们马上说 在我们整个Fs的情况下 我们一共有五大要素 第一个要素叫做assets 是不是叫做资产啊 第二个叫做lie affiliate 叫做所有的负债 第三个叫做unsepute 叫做所有的权益 又把它叫做剩余价值 或者把它叫做净资产 还记得吧 还有一个要素叫做revenue 还有一个要素叫做xbets 听明白吗 所以 这个要素是偏广义的一个概念啊 跟elements相对应的 还有一个概念叫做account 这个叫做会计什么 会计账户 或者说叫做会计什么 科目 会计科目和会计账户 就是我会计要素的一个具体化 听明白 会计要素和会计 会计账户和会计科目 就是我会计要素的一个具体化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asset 是一个要素 它是广义的 那asset下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 会计科目或者会计账户啊 有些哪些啊 我们已经学过一些了 cash cash就叫做科技 会计账户 它是隶属于asset这个下面 要素下面的一个账户 听明白吗 还有学过什么 account receivable account receivable 是不是应收账款啊 还有什么prepaid啊 access prepaid的access 是不是预付费用啊 这些都是我具体的账户啊 看library呢 我们也学过 library下面有些什么账户啊 a-p account receivable is 应付账户啊 还有什么 en order revenue 对吧 再来看 enus equity呢 所有的权益呢 我们学过很多 第一个 return earnings 还有一个 olci 还有一个 我们也讲过 是吧 很好 enus country 比如说这个叫做股东 是吧 爱股东出资 这些是都是我具体某一个要素下的自己账户啊 对吧 收入也有很多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还记得吧 成本我们也有很多成本 有主营业务成本 生产成本 sgna 销售 管理 及一般费用 我们后面一个人会跟大家讲 没听吧 所以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收入和费用 它是element 广义的 没听吧 好 后面我们就要一个一个来去跟大家去介绍 大家可以来看在这里 36页 asset下面 在这一页是asset下面的各种各样的账户啊 然后呢 但是系列就来beta下面的各种各样的账户 后面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讲 没听吧 好 那么在讲这些账户之前啊 有一个概念 我们先要跟大家讲一下 呃 第一个 我们前面跟大家讲了 什么是element 什么是kons 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好 还有一个账户啊 这个账户大家知道 这个叫账户要知道一下啊 一级考试可能会考我们的 这个叫做contract content 这个叫做什么账户呢 这个叫做背底账户 背底啊 准备着抵消 对啊 这是职业啊 背底账户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背底账户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记一下 背底账户的意思是呢 就是这个账户是用来干嘛呢 是用来抵减资产的 这个账户的目的 是用来抵减我资产的金额的 抵减我资产金额的一个账户 我们就把它叫做背账户 抵减我资产的账 账上资产的一个金额 好 那么我们前面上午 其实已经讲过一个账户 是属于我的背底账户了 它抵减的就是我这个资产 在我账上的账面的一个价值 不知道大家还没讲 然后第一个我们的背账户 就叫做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这个叫做什么折旧啊 累累积折旧 好 回忆上午跟大家讲的 累积折旧 更隶属于我的历史成本法吧 对吧 历史成本就叫什么 记得买了一个设备一百万 不行一下啊 买了一个设备一百万 我可以用十年 怎么记得 刚刚买来的时候 有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在我账上记多少钱啊 在我账上记一百万 第一年的累积折旧是多少 大概是十万对吧 所以是一百万减去十万 所以第一年年末是九十万 那么第一年是一百万的购买成本 历史成本 第二年也是一百万 第二年的累积折旧就变成了多少 二十万 所以第二年年末 是不是又变成了八十万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前面跟大家讲过啊 这一百万买来的金额是多少 是不变的 这一百万叫做什么成本啊 历史成本 还有一些吧 这里的九十万和这里的八十万 是叫做什么成本啊 我们大家说 包括 或者叫做 carry value 这个叫做账面 是吧 哎呀好 这个叫做账面 禁止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 哪一个东西就是提起了 我资产的价值啊 accumulated deputation吧 累积着就是 就是提起了我这个设备 在我账上的资产的这个价值啊 没提 所以第一个我们的一个这个费的账户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呃呃 就这个累积着就 好 第二个第三个大家没接触过啊 你可以先记一下 呃 特别是第三个 第三个我们今天不讲啊 第三个 第三个我们会碰到那个 什么的那个 那个 第四天 跟大家讲所得税的时候 大家跟大家说啊 看第二个 我可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把它叫做 Bad Debt of Allowance Bad Debt of Allowance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坏账什么 这个叫做坏账准备 哦 你拍脑袋感觉一下啊 这个坏账准备 你猜一下啊 几点的是哪一个资产的金额 背地账户师几点的都是资产的金额 哎 很好 Bad Debt of Allowance 你可以记一下 哎 这里的累积这个事情几点的就是我固定资产啊 对吧 哎 那这里的Bad Debt of Allowance 坏账准备几点的是谁的金额呢 哪一个资产的金额呢 那叫做account是吧 哎 很好 是理解的是account receivable的一个金额 好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一个公司卖了一批货 价值一百万 货已发钱没有收到 所以我们前面跟大家讲过 呃 货已发钱没有收到 我满足收入确认的条件 是不是货物交购服提供 跟该货物和服务有过的 可以已经发生了 假设当时我收回款项 可以确信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在我资产负价表里面 确认一百万的account是吧 确认一百万的count is simple 没提吧 哦 可能啊 当时我觉得收回款项 可以确信 你这个公司没啥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生销其实也有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短一点的一个月 长一点的三个月 六个月都有啊 假设三个月以后 这个公司发生了致命的财物问题 但我原来觉得 这一百万里面 跟这个公司有关的这个钱 我肯定是可以收回来的 我觉得大概率可以收回来 但是我现在觉得 这一百万的印象账本 假设印象账本是一百万 可能是跟我各种各样其他的所有 很多公司所有都有这个这个钱吧 对吧 好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某一家公司 可能已经陷入财务困境了 我觉得收回来的概率 是不是不太大 所以这个时候收不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不再满足收回款项 可以确认这个条件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 作为一个坏账本 把一个给抵减掉 明白 所以在我这个里面 假设啊 这一百万里面 我重新测算了一下 我算出来大概一百万里面 有十万块钱 我收不回来了 那怎么办 我就要记提一个叫做 我就要记提一个 所谓的 Bad Debt 什么 Lawrence 坏账准备 明白 这个坏账准备 就是十万块钱 能力骚 所以我最后烈士的一个 进额的 Apunt Recivil 就变成了多少 只有 九十万 因为我觉得 这九十万是 确信可以收回来的 没听吧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Bad Debt Lawrence 这个坏账准备的 这个公布实力 也是理解了 某一个资产的一个价值 明白 那这是两个 还有一个 你先记一下 还有一个你先记一下 第三个 但是我今天不讲 我们放到第四天的时候 咱们跟大家试一下 第三个的话 它叫做 Valuation Allowance Valuation Allowance 价值的一个提解 它提解的是什么呢 它提解的一个东西 叫做DTA 这个叫做 Defurred Tax Asset 这个叫做 避免所得税资产 你现在不知道什么东西 没关系 我们第四天讲到税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说 OK吧 但是到目前为止 你可以知道的 CFA一级最常考的一种考法 就是 所以我告诉大家 Witch of the Falling Is not one of the Contra Accounts 下面哪一个 最不可能是我的 费费账户 听明白吗 不是这三个里面的一个 咱们把它给选出来 是不是可以了 那么 CFA一级就是这三个 费费账户 第一个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第二个 Bad debt allowance 第三个 Valuation allowance 听明白吗 也就是就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Valuation allowance 是什么东西 考试考到草姐 这种题目也会做 没问题 好 Valuation allowance 我们会在第四天的时候 最后一天来跟大家讲 讲所得说的时候 再跟大家说 好 就是我们的一个费地账户 好 那么接着下来的话呢 我们会把这个公司 绝大多数公司 典型的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 我的收入和成本 一个一个跟他过一过 听明白吗 那么这些的 在知道的时候 就可以大致了解 一个典型的一个公司 它具体的要素 那五个具体的账户有哪些 听明白吗 大家注意 CFA有个局限定 就是他讲的这些东西 就是他觉得重要的 但是我们自己在分析的时候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很多很多 其他重要的分析 但CFA不好 听明白吗 所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就没有展开 去跟大家去讲很多 特别是中国的一些 会计科目 有很多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要去看的一些东西 但CFA里面没有 那没关系 先知道CFA里面 考核定的是什么 没问题吗 后面我们再来去 进一步一步的去衍生 好 那么先来看第一个 叫做assets assets的话 要素里面有这么多账户 那么账户怎么翻出去 大家在这里切一点 大家在这里切一点 这样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 对我们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来说 它都是根据什么东西来编制 叫做less lequidity 都是根据流动性来编制的 就是流动性的升序 或者流动性的降序都可以 一般我们都是根据流动性的降序来来的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公司 流动性最好的就在最前面 流动性最差的在最后面 听明白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切了一刀呢 这个就是我们对资产的一个划分 这一刀上面的 我们认为流动性相对来说都比较不错 流动性都比较好的资产 听明白 所以我们把这些资产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什么资产呢 叫做current assets current assets 对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什么资产 叫做流产 很好 叫做流动资产 好 所以我们给流动资产下一个定义 当然流动资产的定义 并不是千天一律保持不变的 但是最典型的一个流动资产 和非流动资产的一个划分就是 我要看这个资产能不能一年之内变现 一年之内如果这个资产可以变现的话 或者一年之内这个资产可以变成现金的话 我认为你本流动性就还不错 我们把这种资产叫做流动资产 听明白吗 那么在这一个下面的那些呢 我们就认为你的流动性比较差 或者说我们认为你一年之内不太可能会变成现金的 听明白吗 我们把这种资产叫做什么呢 叫做no no current assets 就是非流动资产了 对吧 我们把这种非流动资产 好 那么怎么去区分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我们跟大家讲 就是你看最典型的一种做法 就是一年以内变现还是一年以上变现 听明白 但是有些公司并不一定 比如说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公司可能它划分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因为房地产它整个周期 经营周期就比较长 所以它可能就是一个经营周期里面的变现 它叫做流动资产 但是这就是比较特殊了 怎么用太纠结 但绝大多数公司就是一年之内变现的 流动资产 超过一年以上的 使用一年以上的可以流动资产 听明白 好 我们接下来再一个一个账户 大家来看一下 这几个账户其实我们已经很熟了 第一个叫做Cash and Cash Equipment 它的选择叫做现金及现金印刷 等价物 也就是说除了我公司的一些现金以外 还有我们认为90天之内 如果可以快速变现的话 这个就叫做现金等价物 比如说买了短期国库券 有东西是不是很好的 90天之内肯定是可以变现的 或者说买了类似于一多宝的那些东西 虽然不是现金 但是我认为等价于现金 所以我们在记账的时候 就记成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这没听吧 所以现金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是不是一个公司 流动性最好的东西啊 本身就是现金 可以快速变现 没听吧 好 第二个的话呢 叫做Account Reciple 这个我们熟了 Account Reciple 这个叫做什么 印什么 印收账款 它的背底账户 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讲的 Bad Debt Allowance Bad Debt Allowance 这没听吧 所以Account Reciple A到R 是不是 为什么印收账款 是流动性比较好的 比存货的流动性肯定好 因为存货是生产出来了 卖没卖掉 没卖掉 印收账款是生产出来了 我是已经卖掉了 所以印收账款 我只要把钱收回来 是不是可以了 所以存货虽然也是流动资产 但是你看 它排在我的印收账款下面 为什么 因为存货 我先要把它给卖了 才能把钱收回来 所以虽然都是我们认为 一年之内可能会变现 但是你会发现 存货是排在我印收账款下面 第四个 第四个叫做Financial Assets 这个叫做金融资产 对啊 金融资产是我们今年 FS准则改了 准则改了 其实准则早改了 照到去年CFA的教材就应该改了 但CFA每次都比较磨叽 对吧 去年都没改 今年改了 但是今年改了 还有点改的不太一样 没关系 讲老实在跟大家说啊 anyway 我们来看一下老考当的一个东西 是国际准则改了 美国准则并没有改 那么CFA考试的话 更多的 我们会后面会告诉大家 哪些点它会以国际准则考点为主 哪些点它会以美国准则考点为主 听明白 好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先来看美国准则下面 它把我们的金融资产分成了三种类型 那三种类型呢 第一种类型的金融资产 我们把一个trading 注意啊 原来美国准则和国际准则是一致的 听明白 现在呢 国际准则今年的这个考当啊 它根据国际准则改了一下 它的名字都改掉了啊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我讲到 明天我们会跟大家讲金融资产 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说 在拿开美国准则下 第一种金融资产反而叫做交 什么 这个不是我自写的那么有啊 这个旁边屏幕写不出来啊 这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叫做交易类金融资产 听明白 什么叫做交易类金融资产呢 注意了 一般我们认为在90天之内 我买这个资产 我是想要在90天之内变现的 变卖的这种资产 反而叫做交易类金融资产 听明白吗 好 第二种类型的资产叫做hold it to maturity hold held to maturity 这个叫做什么呢 持有制 哎 持有制到期投资 你不用去记得啊 我现在只是跟着大家打个照片 先认识一下 明天见面的时候是有点什么了 有点眼熟 这个叫做hold to maturity 持有制到期投资 还能让大家想看 股票能不能放在持有制到期投资里 不能 肯定不能 股票有制到期期啊 没有 所以持有制到期投资 最多的 哎 是不是只能是债券 没听话 哎 好 第三个叫做什么呢 第三个叫做available for available for sale available for sale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可供是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我不写了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好 那么原来考试啊 会考你一个对我金融资产的一个分类 哎 交易类金融资产就是短期我要变现的 车友是倒期投资 我是支 这个 必须要车友倒期的 那么第三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怎么来的呢 注意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我们认为 只要你不是trading类 你不是available for material类 那它就是一个垃圾桶 所有放不进第一类的 放不进第二类的 你只能放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里面 听明白 哎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股票 首先第一个 买股票 他问你 应该放在哪一个分类 htm是肯定不行 股票不可能只有到期 听明白 哦 那我买一个股票 那到底放trading类 还是放available for sale呢 这两个都可以放 听明白 那放哪一个 就看我持有这个股票的目的 比如说我持有这个股票 是为了短期的变 就短期的投机 三个月之内 我会把它给卖掉的 那这个我就应该放在哪里啊 trading类 听明白 那如果我持有这种股票 我觉得 我相对来说偏长期的一个投资 比如说我打算持有一年 打算持有两年 反正超过90天 那这个时候我就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啊 available for sale 听明白 那如果说我买了一个债券 投资了一个债券 一个债券五年 我把它打算持有制到期的 那我就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啊 我打算持有五年 是不是持有制到期啊 是不是我就应该把它放在 他要存在税税里面啊 对吧 好 我买了一个五年期的债券 我打算两个月之内就把它给变卖了 获得 哎 这个时候我仍然是可以把它放在税税里面 听明白 我买了一个五年期的债券 我打算只持有两年啊 五年期的债券 我打算持有两年 交易类能不能放啊 不能三个月之内的 有没有打算持有到期啊 没有 所以不能放第一个 不能放第二个 只能放available for 大概的分类 就是这种 听明白吗 知道一下啊 那明天学到的时候再来和大家说 所以对吧 说金融资产 虽然我们在这里画在的是 caric assets 流动资产 但是我们会发现 根据我金融资产的分类不同 它是不是可能 呃 这个就是它的流动性 是不是也是有靠有坏的 没听吗 哎 知道一下啊 第五个我们已经学过了 这个prepared expense 虽然是 expense 但是它是一个asset 还是来的类的呀 哎 虽然它是一个 但是它是一个asset 它是一个什么 预付账款 钱付了 我还没享受 这是我的一个权利啊 所以我们课上跟大家 觉得这个例子 是不是宽带服务费的 这个例子啊 对吧 哎 所以 现在的话呢 大家这一看比较熟了 对吧 好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一上来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不然 没有第一节课 我直接干巴巴的跟你讲 什么是预付账款 什么是 什么应收账款 听得累啊 对吧 好 这咱们下面啊 下面一个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叫做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注意 它有个解写啊 叫做PP是吧 TPNE TPNE 这个叫做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它的学名叫做 机器厂房和设备 机器厂房与设备 大家想看 一个公司的机器厂房与设备 叫做PPNE 是一个公司最典型的费楼动产 一个公司的机器厂房与设备 我是一年之内用完 变现的 还是可能要用很多年了 是不是可能要用很多年 对吧 超过一年以上 一年之内不会变现的 是不是把它叫做PPNE 没提 好 第二个的话呢 叫做Investment in Affiliate 这个叫做联营企业的投资 有重大影响的联营企业的投资 那么 在这个里面啊 这个 在我们这里的话呢 再非一级不考你啊 但是在二级的话 我们会涉及到公司兼投资 他就会考你这些东西 听明白吗 那么 什么叫做联营企业有重大影响呢 比如说我们的持股比例 大概说一下 我们的持股比例大概在20%到50%左右 这种东西 这种的话呢 我们本来叫做联营企业 有重大 吃加重大影响 听明白吗 那么20%以下 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重大影响的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它算在我的金融产品里面 可能是确定 可能是available for sale 明白吗 那如果说介于20%到50%之间呢 可以施加重大影响 那么比如说 我可以在董事会 派住我的一个董事 这个董事就是我派过去的 是不是我对你的所有公司决策 可以施加重大影响 这种叫做 这个的话呢 应该二级就会学啊 或者大家如果学过GPA的话 会有一个叫做长期股权投资 听过长期股权投资 没听过也没关系啊 反正这些是我们二级的东西了 但是因为比如说我来举一个例子 像像腾讯啊 他买了是不是很多 买了很多工资啊 如果是买个1% 2%5%的 没有重大影响的 可能就算我的金融资产 听没有 但是如果说我买了一个公司 买了20%以上 或者说小米买了什么 华米20%以上的股份 那这个就可以叫做 施加重大影响 叫做联谊企业 听没有 那同学说教师 那如果超过50呢 超过50就不叫费力 超过50 我就可以控制你了 我就可以控制你 控股你 这个叫做subsidary 听没听到 这个叫做subsidary 这个叫做subsidary 我们把它叫做 这是我可以控制的 叫做子什么 爱子公司了 当然到底是金融资产 是联谊企业 还是子公司 都不是我们一级的点 都是我们二级才会跟大家讲的 没听吧 专门跟大家讲了 这个CFA一级 绝大多数八九十的东西 你都可以看明白了 但是涉及到公司兼投资啊 我们的那些财务的那些东西 你要学到二级才能看明白 能听吧 好 所以在一级 你大概知道一下 有这样一个东西 叫做联银期的投资 或者叫做长期补权投资 足够了 也不会扛你其他的东西 听明白吗 好 接着再来看 下面一个叫做enhatement property 这个叫做投资性什么 这个叫做投资性 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 什么叫做投资性房地产 它有一个限制 它是房地产 但是它有个限制条件 它是用于什么目的啊 投资目的啊 所以跟我说如果我买了一个房地产 这个房子啊 是我拿来做机器厂房用的 能不能叫投资性房地产 一定不能 那投资性的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为了获得租金收入 第二个为了获得房子的资本利得 哎 什么升值 这种我买了一个房子不是以日常经营为目的的 我完全是为了收取租金和资本利得的 我们才把这个投资性房地产听明白 好 有一点点要先记一下 投资性房地产是我们也是第四篇的一个考点 那所以 投资性房地产只有国际准则才有 投资性房地产只有国际准则才有 美国准则是没有的啊 那有同学说 这要是美国准则在哪里啊 我用于投资目的的房地产 它也把它算在PPNA是吧 它也把它算在机器厂房有设备 听没有 那国际准则呢 它呢 如果是你自己的厂房 是用来设备 是用来经营的 那它是PPNA 但是你这个厂房 你这个房子啊 是用来投资性的 它就 它专门有一个课目的投资性房地产 听明白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后面 前面跟大家讲到的 美国准则和国际准则的一些区别啊 这也是我们后面在讲课的时候 会跟大家讲的啊 是区别就是考试中学 听明白吧 所以如果大家考CPA的话 中国CPA 我前面跟大家讲过 它超的是国际准则还是美国准则 国际准则 所以你考中国的CPA里面 有一个章节 就叫做投资性房地产 听明白吧 如果你考的是AI CPA 就是考的是美国的CPA的话 那很开心 就没有一个章节 叫做投资性房地产 因为它的整个里面 就没有这个东西 听明白吧 好 那么接着再来看下面一个东西 叫做intangible assets 注意这个我们也接触 这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无形资产 什么叫做无形资产呢 首先是资产 就是PPNA 给我企业带来好处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是没有具体的物理形态的 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东西啊 很多啊 比如说我们的patents 这个 这什么字啊 专是吧 专领 比如说我们的tradermax 这什么字啊 tradermax 是商标啊 还有呢 比如说license license是什么字啊 特学 经营权 等等等等 这些 这都是看不起来摸不着的 没有固定的物理形态 但是这些东西 我有了这些东西 会不会责我企业带来好处啊 对 这些资产就把它叫做无形资产 没提包 那前面跟大家讲过啊 如果无形资产 有固定的使用年限的话 固定资产 有形资产叫折旧 无形资产叫 贪销 叫 al mortise 这个概念 是不是跟大家讲过啊 那么后面呢 其他这些啊 我们讲到具体的知识点的时候 再跟大家说 好 那么assets 我们就跟大家讲完了 接着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liability 那么liability一样啊 那么大家在这里画一条线 在这里画一条线 这条线上方呢 就是一年之内 我要 还给人家钱的 所以这种liability 我们就把它取了个名字 叫做什么liability啊 Current liability 就叫做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 跟我流动资产一样的道理 流动资产是一年之内 给别人钱 流动负债就是一年之内 我要还给人家 听明白吗 那么下面这两个的话呢 就把它叫做什么 能什么 能 Current liability 是不是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对吧 就是个就是 我们不需要一年之内 还掉的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负债 这是一个要素 它具体的账户有哪些啊 第一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第一个叫做 account payable 这种之下 因什么 因付账款 已经很熟了 对吧 因付账款 就是货已经拿到了 钱还没付 是不是我给我的 呼应商有一个 因付账款 对吧 好 那么后面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有一个东西 叫做nose payable 这个结果 哎很好 因付票据 这个哥们啊 我刚才叫做 因付票据 好 首先第一个我想给大家讲的是 通过这两个东西的 什么什么的payable 你就有点感觉了 什么什么东西的payable 是不是就是 因付什么什么东西啊 一般来说 是不是都是我的负债 所以 account payable 叫做因付账盘 note payable 叫做因付票据 那么再来几个 interest payable 这是什么东西啊 interest payable 什么东西啊 因付利息 也没得到payable呢 因付鼓励 位置 payable 位置 payable 是不是因付工资 还有个学名叫做 因付职工薪酬 因付职工薪酬 听说过吧 所以 现在已经大致的可以知道 这种命名方法 什么什么东西 在payable 是不是都是因付什么什么东西啊 一般来说 这些是不是都是 我的负债 nose pay 只是cf里面没有出现 什么因付利息 因付鼓励 它出现的比较少 但是你要知道有这些东西 听明白吧 那么因付票据 那就是note payable 因付账盘 就是account payable 它怎么命名的 是不是都跟大家讲了 什么什么东西的payable 就是因付什么什么东西 听明白吧 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看一下 那请问一下 因付账盘和因付票据 感觉一下最大的区别 哪一个是有利息的 很好 因付票据是有利息的 听明白吧 也就是我现在缺钱了 所以我发行了一个 我发行了一个票据 所以你买了我的票据 是不是相当于 我变少人这种到钱了 有利息的 听明白 所以我把因付票据 就这种 我把它叫做付息 是吧 其实我把它叫做付息 债务 那对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 我为什么要发行一个票据啊 是因为我想生产经营 还是我是小融资啊 很好 会付息的 带利息的这种债务 以因付票据 或者说因付的债券等等的这些 我们 我一代表的话 像这种业务 我们应该把它算在哪一个现金流的败处 CFO C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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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发行了一个票据 我是给你利息的 既然给你利息 是不是相当于 我为了拿你的钱 是个我付了你利息啊 所以它的本质目的是为了融资 所以跟我应付票据有关的现金流 是把他算在CFF啊 好 这个代表应付账款啊 应付账款要不要付利息啊 应付账款要不要付利息啊 不用你付利息啊 应付账款是一个什么道理啊 人家 为了使得他的货能卖掉 所以他给了你一个30天 60天 90天 或者半年的一个奢销期吧 奢销期 那么比如说你的货款是100万 我不要求你立刻付款 但是你在三个月六个月里面 只要把这100万还给我 把这100万给到我 所以应付账款 有没有利息啊 没有利息 所以应付账款 虽然也是一个负债 但是它是一个无息负债 对不对啊 会产生这个应付账款的目的是为了干嘛 是不是为了生产经营啊 是为了生产经营 所以跟我应付账款这笔钱有关的 现金流 你猜一下 更像的是CFO还是CFF 还是CFI 因为我是为了生产经营 我才可能会形成应付账款 而且应付账款是付息还是无息的 无息的 所以我会产生这个应付账款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要采购原材料 我要生产经营 所以虽然都是负债 但是一个是应付账款 一个是应付票据 但是CFO这类的一个区别 一个是跟我经营活动有关的 一个是跟我融资活动有关的 听明白吧 好 接着我们来往后看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的话呢 把这个NR的revenue 这个应该已经很熟了 这个叫做什么账款 预收账款 虽然注意啊 我们前面跟他讲过 为什么他喜欢考你啊 你马上脑子里面你要反应过来 实际就是那个杂志社 杂志社先收到了120块钱的现金 但是货物上位昭格不能确认收入 是不是叫做预收账款啊 所以虽然它叫做revenue 但是它是一个liability 它是一个liability 听明白吧 好 第四个没见过啊 第四个没见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四个的话呢 原理就跟我的conservable差不多啊 第四个叫做accrued liability 或者叫做accrued expense 这个叫做什么呢 它的选择叫做应付费用 应付费用 什么叫做应付费用呢 就是服务我已经享受了 但是钱有没有付啊 钱还没有付 也就是说应该付还没付的钱 这个叫做应付费用 你在旁边可以记一个 这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可以旁边记一下 叫做应交的水电煤费 应交的水电煤费 这是最典型的一个应付费用 应交的水电煤费 哎大家想看 水费电费煤气费 我是怎么交起来的 这个又是水电煤 我是都用完了 用完了以后 我用已经用完了服务已经享受了 但是钱我也没有付啊 钱没有付 是不是下个月是不是才还 上个月的钱啊 下个月再支付上一个月的钱 应该是吧 这个叫做应付费用 就是什么 expense 已经 having incred 这个费用已经发生了 服务已经享受了 但是钱有没有付啊 哎 钱还没有付 这个叫做应付费用 听明白吗 你旁边记一个就是应交的水电煤费 服务我已经享受了 费用已经发生了 钱还没有付 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什么 前面跟大家讲的 应交 应付职工 亲筹 因为12月31号的时候 赵道理这个职工 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你应该把钱付给他了 但是他有没有付啊 没有 他错到什么时候才付了 第一月是吧 他错到一月是落后才付 听明白吗 所以12月31号 这个员工 已经完成了他所有的 这个月的工作 赵道理你就应该把钱发给他了 因为服务已经发生 服务已经享受了 听明白吗 但是我没有给钱 那这15天里面这部分钱的钱 是不是就把它叫做应付职工薪酬啊 也是属于我这里的应急费用 听明白吗 应该付 你就简单来讲 就是应该付 还没付的钱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你旁边记得一个点心代表 就是应交水电煤费 没提吧 好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概念 叫做income tax payable 这个叫做应交所得税 那记得 所有跟我税有关的东西啊 我今天都不展开讲 税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啊 所有和税有关的东西 我们通通放在第四天再来给大家讲 没提吧 后面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长期负债 这个长期负债很简单 比如说我发现了一个债券 五年期债券的本金是100万 所以说这100万我融资融到的钱 这个我发现了一个五年期的 也是就是long time debt 很简单啊 这个而且五年期的债券 我不用今年就还给你吧 所以它是属于流动的还是非流动的 非流动的 对吧 后面还有一个deferred tax liability啊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地盐所得税不债也是跟税有关 所以所有跟税有关的东西 我们今天先不讲 没提吧 因为讲了可能你也听不明白啊 所以我们在第四天的时候 会专门来去跟大家讲税的这些东西 所以看到税的那些东西 我们就动跳过 没提吧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要素 liability 好 接着再来看第三个要素 第三个要素的话呢 我们把一个所有者权益 我们又把它叫做 剩余价值啊 对吧 又把它叫做净资产 没提吧 这个叫做net assets 好 那么我们一个来看啊 首先第一个 所有者权益贷的第一个账户 叫做capital capital的话呢 注意我把它叫做股本 股本 好 第二个的话呢 叫做additional payday capital 这个叫做什么呢 日本攻击里面的 我把它叫做股本 我先告诉你两个什么东西啊 一个叫做股本 还有一个叫做股本意价 additional payday capital 一个叫做capital 我们把它叫做股本 对于股份主公司啊 对于股份主公司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什么实收资本 没关系 我们直接被研究上属公司 都是股本 对吧 好 还有一个的话呢 叫做股本意价 所以股本加上我的股本意价 这一加二加在一起 是什么呢 一加二加在一起 是我们前面跟大家提到一个单元 叫做onus contribution onus contribution 就是一加二加在一起才是我的股东是吧 一加二加在一起才是我的股东出资 好 怎么理解呢 举个例子啊 所以在中国 在中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本都是一块钱 听明白 绝大多数公司的股本都是一块钱 所以比如说啊 我们经常听说过什么老板要给我们股份 如果给的是干股的话 我们指的就是一块钱一股卖给你 听明白 这个叫做干股 就是没有任何的溢价的 把你当自己人 是不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给你这个 说什么叫做干股 一块钱一股的 听明白 但是公司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我们吸引外部投资者 我再把股票卖给别人的话 我一块钱一股再卖给别人 别人我干不干 我不干 听明白 当年我是一块钱一股 这个比较 干股 搞的 但是 随着我公司的发展 我可能后面我的股票就是 十块钱二十块钱一股 是不是都有可能的 所以超过我股本 或者超过股票价值的那些钱 或者把它叫做资本攻击 或者把它叫做股本 股本赢价 听明白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有一个上市公司 我IPO了 IPO听说过吧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这个叫做首次公开 是吧 这个叫做首次公开 募股发行 假设一个公司的发行价 是二十块钱的话 什么意思 我股民 股民去买它的话 是二十块钱一股去买 这个公司的股票 那这个公司寄账 因为它的股本只有多少钱 一块钱 所以它这个公司在寄账的时候 capital它的股本 寄的是一块 听明白吗 但是我股 我其他的人 我是花多二千去买了你打 二十块钱去买你的 TMS包 所以这里的APIC Additional PN Capital 就是我的股本一价 就是二千一股 很好 就是十九块一股 听明白吗 那么我们把股本加上我的股本一价 这两个加在一起 甚至才是我股东出资二十块 如果对我股东来说 我实实在在是掏了多少钱 就把你的股股股票 二十块 听明白吗 所以股本加我的股本一价 才叫做 TMS Country 所以优省叫做股东出资 没问题啊 好 那么注意啊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话呢 中国上市公司都是一块钱的股本 美国不一定啊 美国很奇怪的啊 它的股本什么 一块一毛一分都有的 听明白吗 中国才是一块钱一国 而且中国有个特例 有一个公司叫做紫金矿业 它在AH同时上市的 但是只有这一家公司啊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信 但是当时是只有这一家公司 它的股本是多少钱呢 它的股本是一毛钱 唯一的例外 它的股本是一毛钱 叫做紫金矿业 所以啊 当时04年 是一波大牛市啊 牛市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效应 什么效应啊 就是要把十块钱以下的那些低价物 什么时候把它给消灭掉了 对吧 好 当时就有个同学 他发了一个微信 给我说 他说教室 你看啊 其他什么创业 咱们乱七八糟 他都涨到两百块钱一股了 对吧 两三百一股很正常啊 那么我现在发现一个绝对低货的股本 你赶紧买 然后我说 哦 什么股票 他说紫金矿业 对吧 好 我看了一下 紫金矿业多少钱 他当时是四块钱一股 他说 你看太不便宜了 这个人家都涨到飞到天上去了 两百块钱一股 对吧 他才四块钱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不错 赶紧买就要 好注意了 这个时候啊 这个就是你要仔细 你要小心一些 因为绝大多数 其他公司的股票 股本是不是一块钱啊 所以一块钱对应的正常的价格 所以绝大 其他的股票 十块也好 二十块也好 他对应的股本是不是就是一块钱 但是紫金矿业 他的股本是多少钱啊 一毛钱 所以一毛钱他对于四块钱的股票的价格的话 相当于如果我的股本是一块钱的话 他对于价格是多少钱啊 四十块了 跟他说的什么十块钱一下 绝对不是一回事 这个就是我股本的面值不同 所造成的这个股价的差异 听明白吗 这个要稍微知道一些啊 在十安天委 拿我的股本 下下我的股本应价 是要个股东出资 这个点大家要知道 对吧 好 方面接着第三个 第三个叫做人生的恩你 这很熟了 都说了 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里面的钱 是不是就是我利润表里面每年到未分配的那些净利润 对吧 所以 把它展在我的留存收益里面啊 好 第四个注意了 第四个是一个重点 你给我打两个五小星 我们说了 会打两个五小星的东西 是不是都是隔三差 是不是隔三差 是不是隔三每年都考 只是考一道和两道的问题 好 我们讲到第三节课 我们讲了两个 会打两个五小星的 第一个就是我的四大那个全色发生人士的账户 还记得吧 第二个是不是这个 对吧 好 第二个叫做OCI 这个叫做其他什么 OCI 这个叫做其他综合收益 还记得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 大家拿两个五小星 那重点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好 如果大家上午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概念 叫做CI 还记得吧 CI叫做综合收益 综合收益我们是跟大家讲过 它是拿我的NI加上我的OCI 好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比如说一个公司资产 资价表上有一个资产 这个资产是以公允价值来进行计量的话 公允价值就是它可能 随行就是可能会上涨 可能会下跌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等式是不语了 我们说了 那怎么样使得这个等式再次配平 有几条路啊 两条路 第一条路怎么走啊 公允价值的上涨下跌 影响了净利润 利润表里面的净利润的上涨下跌 净利润的上涨下跌 所引起的我所有者权益里面的 Retina Earning的上涨下跌 没问题吧 我们认为这种影响大还是影响小 影响大 因为它影响了我的利润 利润是因为我很多投资者 第一关注的指标 没问题 但是这样走的话 我的等式是不是肯定是可以评的 第二个等式可以评的 我公允价值的上涨下跌 直接影响我所有者权益里面呢 是吧 好 我直接影响我所有的权益里面的OCI 没问题吧 好 影响OCI的话 我们认为它的这种影响大还是影响小一些 影响小一些 好 还记得我少女大家讲的这个逻辑吧 我什么样的东西应该让它走第一条路啊 跟我主因有关还是跟我主因无关啊 主因有关 我就应该让它影响大一点 影响我的利润 体现的是你核心的经营表现 听明白吗 那如果跟我的主因无关的话呢 我就应该尽量让你影响小一些 对吧 如果跟我主因无关的一些收益 我也让它影响了经营认 对那些财务办法的分析小白来说 它是不是 它这个利润里面 它没法去区分 哪些是主因有关 哪些是主因无关 听明白是吧 所以如果是一些生活主因 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就应该让它影响小一些 我就应该把它放在OCI里面 那么考试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考点 会考我们什么东西呢 就是哪些东西我们要放在 哪些东西我们要把它放在OCI里面 听明白吗 所以OCI你可以先记一下 OCI一共什么呢 OCI一共是四加一项 OCI一共是四加一项 注意了 注意了 我们在CF里面 我们认为这四加一项 我们通通是把它放在哪里的 OCI里面的 有的就是说 这要是你不够我玩了吗 四加一项 你考我数学啊 不就五项吗 对吧 我为什么一定要写这四加一项呢 注意啊 我为什么要这么写 注意 这四项呢 是美国准则和国际准则都有的 这四项是美国准则和国际准则都有的 听明白吧 我们写成了四 那加一这一项呢 注意啊 我先今天先不讲加一这一项是哪一项 我们后面讲到这再跟大家说 但是你先记住了 加一这一项是美 是国际准则特有的一个 是只有国际准则才有的这一项 美国准则没有 所以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直接用五项 因为五项的话呢 就其实说白了 两个准则应该都有 但是我们说了 美国准则和国际准则不同 是不是我们考试重点啊 所以在我们这个里面 我们用一种四加一项的写法 来去写 听明白 好 那今天我先要跟大家分析的就是这四项 那首先你要判断一下 这四项都是跟我公司的主营业务有关还是不关 或者说影响大 还是影响小 影响小 听明白吧 所以考试的时候问我们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worth the OCI 那是这四项里面的一项 这样把它给选出来 听明白吧 好 那么我们一个人来看 那四项呢 首先第一个注意啊 第一个叫做 foreign currency of translation 是什么 lation foreign currency of translation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会对损益 foreign currency of translation 我把它叫做会对损益 好 注意一般 这个会对损益 你们认为产生在什么时候呢 产生在我们要做报表合并的时候 我们要做报表合并的时候 好 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中国的公司 中国呢 它是有一个叫做中国的一个母公司 没提到 好 这个中国的母公司啊 可能为了去美国发展业务 它在美国的话呢 它有一个叫做美国的一个子公司 好 我们说了子公司是一般来说股份比例是大于50%的 我可以对你施加影响施加控制的 听来自发 所以 中国的有一个母公司 那么它在美国是不是还有一个子公司啊 子公司我是可以完全控制的 听明白吗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中国的这个公司啊 在编制报表的时候 它会编制一个报表 叫做什么报表呢 除了母公司的报表以外 它要编制一个报表叫做和尚 它要编制一个报表叫做和平报表 什么叫做和平报表 它要把只要是它能控制的那些公司 市值通通应该把它定在它的台湖报表里面 因为我可以控制你 我让你干啥 你就干啥 那说白了 你这公司不就是我的吗 听明白吗 所以对我中国公司 中国的这个母公司来说 它要编制一个和平报表 那对这个和平报表来说 其实所有的这个公司 可能不止一个子公司啊 所有的子公司 只要我们施加控制 实质通通应该算在我这个 中国的这个公司的合并报表里面 没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因为这个公司 比如说是在中国发行上市的 所以它的计价货币 是以什么来进行计价的 是比人民币来进行计价的 完了之后的话呢 这家在美国的一个子公司 虽然是我的子公司 但是它在美国运营 所以它可能在计价的时候 是拿什么来计价的 是不是拿美元来计价的 那我现在要合并的时候 我是要统一的一个货币 来进行汇报 那你们中国的上市公司 一般肯定是用人民币来进行汇报 听明白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要把你所有的子公司 以其他外地地价的那些子公司 你赚的钱 通通把它 你看 通通把它折算成 不是折线啊 通通把它转换成 或者说通通把它折算成什么货币啊 通通把它折算成人民币 听明白 这个是我们在做合并报表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通通把它折算成人民币 在这个折算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子公司 我在美国运营 我其实运营的还不错 我是赚了十万美金的 听明白 但是呢 在这段时间 在过去这一年啊 可能美元大幅贬值 人民币大幅 升值 有可能吧 完全有可能 虽然我是赚了美元 但是我把它折成人民币以后啊 最终可能会发现 我非得没有赚十万 我知道还亏了一点钱啊 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性啊 比如说我最终亏了两万 亏了两万 折成了一个人民币 有可能吧 有可能只要我人民币大幅升值 是不是存在这种情况 没问题吧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种我们亏了这些人民币 折回来的那些钱 是不是就是我的一个汇对损益啊 大家想想 这个汇对损益所产生的 是不是我美国的这个子公司 表现的不好啊 是不是美国的子公司 表现的不好 不是啊 这个所产生的这个汇对损益 我们认为美国的子公司 是不是表现的还不错啊 至少你今天是赚钱的 听明白吗 为什么我最终 折回成人民币之后 我是亏了呢 是不是纯粹是由于我这个 两国之间的什么变化 爱两国之间的汇率变化 汇率这个东西 跟我生产经营有没有关系啊 跟我公司的运权生产经营 是不是没有关系啊 这是我客观市场上的 它的那个价格的波动 听明白吗 所以汇率的改变 对我来说 我会算是一个折算的一个损益 汇对的一个损益 那这个损益 你感觉一下 跟我公司的主营业务 是相关什么相关 不太相关 是不是跟我市场上的 那个美元和人民币的 那两个资产的价格 存在于一种关系 但是因为这个是 我是跨国经营 这又是没办法 我会面临一个风险 听明白吗 所以我让这个东西 我应该让它影响大一点 应该让它影响小一些 我就应该让它影响小一些 听明白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OCR里面 第一个叫做 合并报表时候的汇率损益 因为这个赚了也好 亏了也好 跟我公司的主营业务 没什么太大关系 只是两个资产货币之间的 两个国家货币之间的高低 听明白吗 那么这种 跟我主营没什么太大关系的 我应该走第一条路 还是应该走第二条路啊 很好 我应该让它走第二条路 有点难觉了吧 由主营有关走第一条路 主营无关才走第二条路 听明白吗 比如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小米的财务报表 小米的财务报表 小米啊 我们这个 我刚做了一个小米的那种 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 对吧 我给大家看清楚 你现在不用去看啊 现在你要把财务学 至少把一级财务学明白了 你才能看得到 这些案例里面的一些东西 对吧 我当时 我看了一下小米 小米的里面 OCI啊 特别特别多 对吧 小米的OCI特别多 什么意思呢 它有一年 17年吧 17年它的OCI是挣的65亿 我看这个具体数字啊 18年它的OCI是负的115亿 这个一年赚了很多钱 是一年爆亏 巨亏很多 那它的OCI里面 哎 我要知道 它的OCI具体是什么贡献呢 我们说了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哪来的 看什么啊 很好看 这个Note 所有的东西都看起来 我要知道这个数据哪来的 因为我的报表里面 它只会给我一个 disclose一个数据 听没有 它会告诉我OCI是65个亿 还是OCI是115个亿 那我是特别想知道 这65个亿 OCI哪来的 115个亿哪来的 那我去看什么东西 对这个数据的补充说明 去看什么 书加Note 你就去看它的付注 听没有 它付注里面明确说了 我这个OCI 99%都是什么贡献的 汇罪损益贡献 都是由它的汇罪损益贡献 是不是就是我这里的 4加1项目的第一项 为什么小米会存在 这么高的一个OCI 你们知道小米的主意 又是手机 手机它的核心的一个 实际就是芯片 小米的芯片都是采购的高通 所以它要去向高通去买它的芯片 所以小米会去问高通买它的芯片 那高通是不是美国的公司 所以我支付的一定是 我是不是支付的一定是美元 所以我会形成很大量的美元的什么账款 是不是我会形成很大量的一个美元的印度账款 我会形成很多美元的那些印度账款 那比如说如果17年 为什么会产生真的那些 因为我在合并报表的时候 是不是我要把美元并成我的人民币 如果在17年的时候 人民币比如说大幅升值和大幅贬值的话 那比如说在17年的时候 美元大幅贬值 那这样子的话 我相当于我支付给高通的那些钱 是不是相当于少了 那美元就可能会产生偏合 产生我的一个汇对的损益和汇对的损失 媒体 所以在这个里面 为什么形成这么高的那些 这个其他中文收益 是不是跟小米的 它是跨国采购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第二个 知道一下 这是第一个点 对我们来说的一个汇对生意 好 接着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产生OCR的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pension pension 好 pension什么东西 我们把它做羊是吧 pension我们把它做羊老金 好 那主要 pension这个东西 我们要先来讲一讲 因为pension其实我们在第几天的时候还会来就跟大家讲 但是现在这里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pension pension那么我们把这个养老金在全球范围里面 养老金一共有两种养老金 两种pension 哪两种呢 第一种pension我们把它做db plan db plan db plan的全称叫做define the benefits define the benefits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确定收益性 确定 你先别管这什么东西啊 我后面会一个个来解释啊 这个叫做确定收益性的pension 这个叫做db plan 好 第二个pension的话呢 叫做dc plan dc plan的话呢 叫做define the define the country fusion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确定贡献性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我们在第四天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讲 我今天先简单跟大家讲开讲一讲 首先第一个你要讲过的是 会产生我oci的pension 只能是db还是dc啊 只能是db 听不懂 只有db会产生 会产生oci 只有db才会产生我的oci 听不懂 所以注意啊 会产生oci的那几项啊 是一个单词都不能错的 听不懂 一个单词都不能错 如果他说我有一个dc的pension 他说产生了oci 这种不是oci 因为dc不会产生oci的 听不懂 那么 所以考试的时候 你先要掌握的就是 会产生oci的 还是是db啊 那么 接着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db和dc有什么区别 什么要确定贡献性呢 我们先来看确定贡献性啊 确定贡献性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咱的社保 好 我们的社保就是最最最最基础的dc plan 或者说我的社保其实就属于确定贡献性的这个范畴 那么 但是它是一个初级dc啊 初级dc 好 为什么叫做初级dc 我没跟大家解释啊 首先第一个大家想看 社保的这个养老金啊 我们是怎么付的 哎呀 我自己出一部分 一个公司出一部分啊 比如说比例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 假设比例是8% 公司出完这8%以后 等你退休了之后 你跟公司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是不是公司唯一的一个义务是就把这笔钱 这笔公司支付给你的这个养老金 是就把这个contribution 这个contribution就是8% 公司唯一的义务是只要支付给你这个8%就好了 等你退休了之后 你能拿到多少钱 跟我公司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听明白 或者说对我公司来说 它唯一的义务就是支付是吧 对我这个公司来说 它唯一的对你养老所提到的那个义务 只要我支付了这个把这8%剩下的以后 你怎么样 是不是跟我公司完全没有关系啊 听明白 那么为什么把中国的设法叫做初级的DC呢 就是DC plan 记住一点 就是只要我公司交了这个钱 交完这个钱以后的话呢 你以后能拿到多少钱跟我公司就没有关系了 听明白 我公司只要把这笔contribution 把这笔钱给到给你就可以了 那么 为什么把中国的设法叫做初级DC 主要我们来看美国的DC是什么样子吧 美国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DC account 都会有一个养老金账户 听明白 如果你是DC plan的话 美国你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DC account 你的一个养老金账户 那么只要你在这个公司工作一年 是不是这个公司就会给你钱 给你这个钱我就把人家做country是吧 比如说这个钱是实实在在打到你账户里面的 听明白 这个钱是实实在在打到你账户里面的 比如说你这个月的工资是一万块钱的话 假设百分之八 他就会把这八百块钱直接打到你的DC account里面 是实实在在打到你这个账户里面的 只是你现在不能取出来 什么时候你可以就把这个取出来了 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可以用了 我就可以把这个取出来了 听明白吧 所以美国的DC才叫做DC它是把这个百分之八的这个钱 我公司的这笔contribution是直接打到咱的账户上的 你是可以每个月看得到你这个账户还有多少钱的 每个月增长了多少 听明白吧 而且DC account里面 注意啊 这个钱是真正正正在你的账户里面的 虽然你不能取出来 但是你可以自己是吧 很好 你可以自己投资的 你的雇主会提供给你一个list 这个list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基金 你可以自己选我DC account里面的这些钱 我到底是买基金A还是买基金B 还是乱其他都买你 whatever 都是取决你自己 听明白吧 所以等你退休的时候 你能拿到多少钱 是不是完全取决于这段时间 你的DC账户里面 你买了哪些基金啊 你买了基金涨了 那你退休的时候 杨老师是不是多了 那你退休的时候 拿出来的钱是不是就多了 听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 等你退休的时候 拿到多少钱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投资 跟公司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因为公司的义务就是打给你买 打完就结束了 你跟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退休拿到多少钱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投资 听明白 所以DC账户 你自己拍脑袋 感觉一下谁承担投资在想 公司还是投资 公司还是自己承担投资在想 然后 因为你是自己投资 买什么都是你自己说了算 唯一的 你说不得把这笔钱取出来 所以是我的employee 然后employee承担 承担investment risk的大家同意吧 没问题吧 哦 那么 这是美国的DC账户 中国的社保虽然也叫DC 为什么把它叫做初级DC呢 哎 中国他就不多说了 对吧 说了就一把眼背 对对吧 因为 你现在啊 咱现在工作加的钱 是不是给我们以后退休用的 不是啊 不是啊 点头的 点头的就还没认识到 你现在交的社保 你现在交的养老金 是给谁用的 哎 是给现在已经退休的那些人用的吧 对吧 哎 那有同学说 那我怎么办 那我自己怎么办 哎 你的子子嘶嘶嘶 你后面的那些子子嘶嘶 他们工作的时候 他交的养老金 是不是给我们用的 是不是才是给我们用的 所以 经常听说什么社保通照啊 和什么社保的那些东西 因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 你的社保通过是统筹的 对吧 也就是说 虽然我每个月交养老金 你也不知道我退休了之后 我能达到多少钱 而且 这些钱也不是给你用的 这些是给现在已经退休的人来用的 那么越是吧 哎 所以 他就不像美国的底绩 美国的底绩是很 很靠谱的 我这个钱 我都是 你看得到我有多少钱 我投什么 我买什么都是我自己说的 是吧 因为 哎 所以 所以我们说了 你在中国想要靠社保 想要靠社保来养老的话 基本不太靠谱了 对吧 因为等我们以后的 还能不能有这么多充裕的解释 都不知道 对吧 所以 这个 这个 最好还是要靠自己的 对吧 比如说 谁谁谁 早日实现财务自由 对吧 这个 这个 靠退休养老金 真的是非常 非常不靠谱的一件事情 那在中国能不能实现财务自由呢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还是有机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只要你能把握住大趋势 对吧 这个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再再再再 比如说我们来 给他画一个投资路线图 我们1998年开始 对吧 现在的话大概是2019年 对吧 好 来看一下 在过去这20年里面有一个大类资产 只要你买了这张都能赚钱 这么多钱 哎 房地产对吧 所以房地产第一波上涨 是不是大概是2000 98年的这个就是住房福利 租度改革吧 原来是都是福利存房 后面是才开始有什么商品房的概念 对吧 98年开始了这个制度以后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原来增房 那现在这个商品房 也不知道这些概念啊 但是千真些绝的那些人 是不是在2000 比较早的时候就开始买房了 对吧 哎 那么买房子的话 在过去这20年里面 是在中国唯一的一个 非常牛逼的一个大类资产 在这个20年里面 不管你哪一年买的 只要你买了 是不是应该都能赚到钱 只是你买的早 买的晚 赚的多 赚的少的一个问题吧 对不对 哎 但是呃 这当中有两个有两个小的一个转折点 就一个转折点 大概是在0708年是金融危机的时候啊 大概有小幅的一个小幅 但是国家马上出台了 看完一点自己整个 就马上就转回去了 对吧 还有一个可能有一定的拐点呢 就是在14年的时候 差不多14年 呃 但是房地产稍微价格降了一点点 是不是国家又出台了什么 哎 这个这个 呃 房地产的那个振兴啊 就是原来是补充攻击 原来就是原来营业是5年 后来改成两年还记得吧 两年就要 两年就不用征税了 完了之后 原来的话呢 什么呃 没有什么补充攻击金啊 后来大家都说 哎 你在贷款的时候是 除了用你的呃 本身的攻击金 外还有什么补充攻击金 是不是 哎 各种各种政策 对吧 哎 所以 但是哎 我呀 不管怎么说后来 只要在这20年里面 你买了房子 基本上都能转 是不是赚多赚少的一个问题啊 对吧 哎 所以 呃 比较早的时候还没有限购的时候 呃 你稍微买买紫桃房 甚至上海北京很热对吧 现在基本上 基本上也是可以财务自由的 对吧 这是一个啊 那么后面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机会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呢 比如说 我们在06年的时候是可以去买些股票的吧 然后呢 在14年的 14年的时候是可以买些股票 对吧 在06年和14年是有两拨 轰轰烈烈的大牛市啊 哎 你不要看指数只翻了一两倍 几倍啊 指数翻了几倍 我们后面在Equity的时候你会知道啊 指数翻的是超级大的盘股啊 那可能那些小残股都已经不让翻了几十倍了吧 那略是吧 指数我都翻了 那别说那些小残股了 所以 如果说你在06年或者说14年的时候 如果说你能买到股票的话呢 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资本积累啊 像我们就比较 还算混得还可以的原因是就是 在06年14年的那些 但是我14年的收益率已经太糊涂了 就14年已经开始来金城讲课了 对吧 已经不再进入好业了 对对 整个的敏感性就没有16 06年这么赶感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 只要整个大整个市场是牛市的话 稍微你买一点 不管怎么出去还能赚到一些收益的 对吧 如果说你还敢这个放一些杠杆啊 或者现在的衍生产品更更发达了 那在这个里面 你指数都翻倍了 你稍微翻个几倍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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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的 对吧 那还有呢 比如说你在0708年或者0809年 四大危机的时候 是不是国家出台了4万亿的自己政策 那大家注意到4万亿只是中央的吧 4万亿只是中央的啊 地方政府是不是还有配套资金啊 所以加在一起可能是十几万亿的一个规模吧 所以我们呢 这四万亿叫做地方配套的这十几万亿 是用来做干嘛的 是不是搞基建啊 是不是搞什么infrastructure 是不是反而叫做搞基建啊 搞基建就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大宗商品 你想想看是不是就会找 基建我们是要用到各种各样的什么铁矿石啊 软体办法那些东西啊 我才能见吧 对吧 所以像0809年有一波轰轰烈烈大行情 就是我的那些大宗商品的这些行情吧 而且你知道大宗商品 我们投资的时候 用的都是我的期货合约吧 所以你会发现 像0809年经常有看到一些期货客户 什么刚开始还是两百万对吧 隔了一段时间出来 就是好几个一两个亿了 所以这是因为本身 他就是拿的是期货合约放大钢杆 同时因为我这四万亿包括十几万亿都是去投基建 我的目的是不是放在那吧 我的目的我都要说了 我就是搞基建去自己经济吧 所以搞基建这种大宗商品的上涨 是不是这种收益是确定的 或者至少说我们是认为是非常有把握的吧 那你这个时候你去做多一些大宗商品的一些价格 是不是还是很有可能可以放大那些收益啊 对吧 那么还有其他的机会呢 也有啊 比如说你想在09年或者什么时候 你比如说不管在什么时候啊 你看到一个东西是比特币的 你买一点基本上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实现 实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财务自由 对吧 所以因为发现短短这二十年里面 其实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投资机会的 对吧 这个都是翻倍的 都是翻 不是翻一倍啊 都是可能翻几倍的一些大机会吧 大趋势 对吧 所以我们学CF的一个意义就在于说 我们求了这些东西之后 你可能再投资更有sensitive 那等我们以后再碰到这些大行情大趋势的时候 你可能更有能力去把握住这些东西吧 对吧 我觉得啊 靠什么 靠中国的这种社保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的 那个那个 作用 这个扯得有点远啊 我们再回过头来啊 来看DC DC plan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钱给到你们自己产量生险 听明白吗 好 我们接着大家看另外一种养老金 这个叫做DB plan 这个叫做确定收益性 好 那开始啊 确定收益性的这种养老金是怎么做的呢 这样 这个东西就相对靠谱一些了 他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我公司承诺 公司做一个什么承诺呢 只要你在我工作 只要你在我这个公司啊 每多工作一年 每多工作一年 我就会给你一个什么呢 我就会给你一个 比如说你退休前工资的 我就会多给你退休前工资的 比如说1% 或者说你好一点2% 不一定啊 不同的公司不一样 听没有 这个叫做DB plan的典型的 类型 他说只要你在我这里多工作一年 我就承诺 你在我 在你退休的时候 我就会给你退休前工资的 1%或者2% 听明白吗 好 公司2% 差公司1% 那么 假如说啊 你在我这个公司 没换过公司 你在我这个公司工作了40年一共 那么对于我来说 你就可以拿到 假设这个 公司是比较好的一个公司 福利制度比较好 2%的话 那么 等我们退休的时候 我公司承诺给你 你每年可以拿到的钱 就是你退休前公司的 退休前公司的 退休前公司的 百分之多少 退休前公司的 80% 听明白吗 这是上市公司 这是这个公司 承诺给你的 那么6S8 所以 公司发放的养老金 上市公司 发放的养老金啊 我们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上市公司 发放的养老金 就把它叫做 我能拿到的 收益式的 把这个 所以为什么 它叫做 define the budget 就是因为我上市公司 承诺给你 我以后每年 给你发放的养老金 是不是我事先承诺的 你在我这里 每多工作一年 你就可以拿到 你退休前公司的 1%到2% 那你在我这里工作 40年 你就可以在我这里 拿到你退休前公司的 听明白吗 那么 对我这个公司 对我 对这种 你想看 是DB好 还是DC好 感觉视频讲 有点像DB好 DB好 为什么DB好 或者说 收益 是谁承担的 所以DB plan 记住一个点 我的investment risk 谁承担 in 是吧 employer 是我的雇主 我的公司 承担我的投资 在想 因为他承诺 你要我退休的时候 给你退休前公司的 80% 听明白吗 而且你的收益 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因为这个 DB plan 大家都觉得比较好 所以美国上市公司 很多都是DB plan 所以这些DB plan 给美国的上市公司 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困扰 对吧 所以很多现在 美国的上市公司 每个公司 也在做一个事情 就是DB转 是吧 DB转DC 听明白吗 原来你是DB的 那还是DB 但是你的新的员工 新的员工 在进了我公司的时候 我就不是给你DB了 我给你DC 因为上市公司压力太大 听明白吗 来 那么DB这plan的话 为什么会产生一个东西 叫做OCI呢 简单理解一下 因为养老机 是我们二级的一个重点 我们会跟大家讲 那么大家会发现 你退休前能 拿到多少工资 是不是 我要基于一个假设 或者说我要基于一个预测 我要预测什么东西啊 我要预测的东西 也有很多 第一个 我是不是要预测一下 你退休前的工资是多少 那你退休前的工资 可能是100万 可能是10万 是都有可能的 那略是吧 所以就我们来说 你我要预测一下 我们的你这个退休前的 你具体这个退休前的 这个工资到底是多少 可能高一点 可能低一点 我影响我退休前的工资 可能有很多 比如说 我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吧 经济增长得又快 可能我公资增长速度越快 现在退休前 公资是不是又越高啊 我将来给你的钱 是不是越多啊 还有可能会受到 我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比如说通胀率等等等等 是不是会影响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退休前的工资的话 我可能会高一点 可能会 可能会低一点 我是不是要做这样一个精算 或者说要做这样一个假设啊 因为那预测多了一点 那么我退休前的工资多了 我给你的钱就多 那我预测了 公资休前的工资低一点的话 我将来给你的钱就少了 我的费用各方面就少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 精算假设的 gain and loss 这种gain and loss 并不是真实的gain and loss 是我基于未来的一个 叫做精算是吧 精算假设 听明白吗 精算假设 也就是说未来真实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只是站在现在这个角度对我未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精算的估计 听明白吗 在这个时候估计我可能不高一点 我钱多了 产生一个loss 不少一点 我钱少了 是产生一个gain 那你想看 这里所我的养老金 第一滴 plan 所产生的这个gain和loss 跟我的主营是有关的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主要依赖于我这里的精算假设 听明白吗 所以我这种精算假设所产生的这个gain and loss 我让它影响大一点 还是让它影响小一点 我让它影响小一点 让它影响小一点 是不是也让它放在我的OCI里面 没提吧 好 那么 这两个我们就讲完了 接着大家看第三个 第三个和第四个 我们结合在一起去记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和第四个分别讲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的第三个和我们的第四个 我们可以这么去记 我们写在一起 因为第三个和第四个 我今天先不展开这个打角 那我们学完明天的东西之后 大家就可以知道 但是它有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 它叫做unrealized gain and loss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实现的损 损失和利得 还是未实现的 所以突出一个关键词 叫做unrealized gain and loss 所以 好 哪两个东西呢 unrealized gain and loss呢 第一个东西叫做cashflow agent 第一个叫做unrealized gain and loss from cashflow agent 第二个叫做unrealized gain and loss from available for sale 第三个和第四个我今天先不讲 明天再跟大家讲 但是我先告诉你 考试会怎么考 所以OCI 我前面跟大家讲了 我们今天是先讲这四项 这四项里面注意啊 一个单子都不能错 听明白吧 这四项里面一个单子都不能错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第三个和第四个 它会怎么考你 所以是OCI的必须是realized gain and loss 还是unrealized gain and loss啊 unrealized gain and loss 如果考试的时候给我们一个realized gain and loss 它跟我们说是OCI的就不对 听明白吧 好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cashflow agent 那么跟它相会应的另外一个叫做fair value agent fair value agent 好注意 因为大家眼神就没有学啊 我今天也不展开去跟大家讲 什么是fair value agent和cashflow agent 但是你要注意 是OCI的必须是什么hedge啊 必须是cashflow agent 大家都是hedge 但是你是fair value agent的话 就不是我的OCI 听明白吧 好 还有一个是 必须是unrealized gain and loss available for sale 如果有印象的同学 应该一心有印象 available for sale 是我前面跟大家讲的什么资产 好 金融资产 是不是叫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啊 那么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相结合一点呢 类似的还有一个叫做trading类 交易类金融资产 还记得吧 90天之内变现了 大家注意 我们在这里能算到OCI里面呢 必须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 交易性金融资产算不大OCI 不算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算 听明白 那第三个点和第四个点 我今天没展开跟大家讲 因为会用到我们后面的一些内容啊 但是 你先有个印象 听明白 我们讲到明天的时候 就回答 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只能是available for sale 不能是trading类 听明白吧 好 总结一下啊 来跟大家看一下 OCI一共是有四加一项 但是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讲的 就是前面这四项 而且讲了前面四项里面的前两项 听明白 而且你要是OCI的话 这四项一定是一个单子都不能错的 一定是一个单子都不能错 如果错了一个单子 那就不是OCI 听明白 那么我们一个来看 总结一下 第一个叫做foreign currency的trans 是吧 好 对 一定是translation 一定是汇罪损益 听明白 那考试的时候会把这个translation改成一个什么呢 transaction 很好 他会把translation改成一个transaction 所以transaction是外汇交易啊 外汇交易不是啊 只是外汇的折算的汇罪损益 才是我的OCI 听明白吧 哎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的话呢 就是我 哎 DB plan的 DB plan的那些 assumption还记得吧 DB plan的那些 呃 sumption DB plan的那些 啊 crow的 gain or loss的一个 啊 sumption 但是注意了 我我前面跟大家讲了 考试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他是一个什么plan 第一是吧 DC plan 所以DC plan 没有这些精算假设 DC plan 只要给你8% 你以后44%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听明白 是吧 只有DB plan 我是确定收益的 我每年就要给你这么多 所以我才会有精算假设 才会产生 gain or loss 听明白吗 错一个单子都不是OCI 啊 那么第三个和第四个 我们说了 你可以结合在一起去 g是什么东西啊 N是吧 必须是Nrealized gain or loss 一个叫做 cash flow 还真 还有一个是叫做 available for sale 很好 那么考试的一个变化的话呢 他就是在这里 他会把Nrealized gain or loss 把它改成是吧 然后把它改成 realized gain or loss 他把fair value 他会给你改成 fair是吧 cash flow 他会改成 fair value 他会把available for sale 把它改成 trading 注意 任何一个改动都不是我的 OCI 一个都不能错 听明白吗 一个单子都不能错 好 这个点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了 是打两个比较性的点 没听吧 好 那么这样啊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那么 在休息的时候啊 我会 我会把39页用到一个 空白拼一梯上的一些东西 我会先写 先给大家 在空白拼机上 先写好 听明白吗 那你下课的时候 你也不用去记啊 但是下面那张PPT 你最好拍一张照片 因为我们后面 会经常用到这些PPT啊 我们趁下课的那个时间 我把这个写一些啊 那么大家可以先休息啊 那我们下课的时候